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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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火人间 美味会萃 尽在风味中国 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 地处四川盆地大巴山南路 有川东小天府之称 这一次我将走进大巴山深处 寻找开江人离不开的家乡味道 一壶水养育一座城 吃鱼为何不见鱼 开江人会如何烹制五金湖中的鲜味 这个就是鱼巾 你看把它挑出来了 生态水源灌溉农田 用优质的黄豆能做出什么样的美食来 佛席之间进行着怎样的记忆传承 这也太夸张了 这得磨 现在几十年 铁棒的磨成熊花真的 哇 十里小鲜肉遭遇地道老烂肉 二者会碰撞出怎样的味道火花 特别漂亮 台江一道的老五道 对于母星湖赠予的宝贝食材 开江人会如何用心通调 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达州市开江县 虽然以江命名 却无过境江河 开江人历经五十多年的江湖开创 奇迹般地建造出了 川东地区最大的人工湖 宝石桥水库 这里被开江人视为自己的母星湖 青山碧水滋润着世间万物 那么在这个水库里 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美味食材呢 要想知道答案 我就先要拜访一位大哥 听说他的工作决定了 水库是否能孕育出优质的食材 黄大哥您好 小孙您好 咱们就坐这一船了 是的 是的 接下来我的工作呢 就是要跟黄大哥一起来体验一把水上清洁工的工作 所以咱们的任务就是保证咱们水库的绿色生态环境 对不对 对的 我们每天就是都出来寻库 反正看到水面上的白色垃圾 和岸边的白色垃圾 所以咱们这个一天一直在这个船上在湖上飘着是吗 对对对 是的 晚上也在上面睡的 能睡着吗在这 睡着好睡 黄灵波大哥的家就住在水库岸边 退伍转业后他被分到这里工作 一转眼就是二十多年 如今虽早已成为水库的管理者 但他最喜欢的工作 还是做一名普普通通的水上清洁工 拽着点 在这个水面一百六十多平方千米的水库里 究竟藏着什么大鱼呢 有没有鱼 有鱼啊 有鱼啊 加油啊 加油啊 黄大哥我看里面好像有两种是吧 对对对 看一白这个明显的 对对对 白的是白莲吗 对对对 这个就是白莲 是吧 再搞一下花莲上 好 花莲就是庞头鱼嘛 对对对对 这个它的头 你看比起来就特别的大 对这个头大 身上是花的 身上这个是白鱼 对对对对 黄大哥告诉我 除了花莲和白莲 水库里还有鲤鱼 草鱼 鲫鱼 这五种鱼在水下构成微妙的生物链 平衡着水库的生态环境 水好出产的鱼自然也是上品 这里的鱼都是自然成长 因此肉质更加嫩滑紧实 要顺着它的这个方向走 对 是吧 不能拦腰给它截断 好 好嘞 知道它们为什么要喊着耗子呢 这样才能使出劲来对吧 哎大哥 这一网的话一般有多少鲤鱼呢 差不多有三千多斤四千斤的样子 黄大哥告诉我 在四川家中出现男主夫是很常见的事 平时不忙的时候他就会变身厨师 给同事们做几道可口的家常菜 我非常好奇 这巴蜀之地的人会如何烹制这湖中之鲜呢 咱今天这是一条白莲 一条花莲 现在我们就用这个来做那个鱼糕 原来我在那个湖北的时候 他们做的鱼糕 是吧 一般用草鱼做的 今天我们没打起来 就用这个白莲来做 就地取材有啥做啥对吧 白莲也可以打鱼糕嘛对吧 把那个鱼皮要去掉 把那个红肉最好是别踢在上面 它那个肉不一样 白色的肉 它颜色好看 你要白的是吧 主要是从颜色上来看 对对对 就把那个红的 它那个颜色是好的 所以我们要这个雪白这一部分 对对对 据说鱼糕的做法 源于战国时期楚国境内 以吃鱼不见鱼的创意和绝活文明于世 黄大哥说白莲多次 想要让鱼肉变成细腻的鱼糜 就要对其进行反复快速的敲打 这个要用点力 对用点劲 然后慢慢的你看这个骨头 它就自己浮现出来 是吧 把它挑出来 这个就是那个鱼筋 你看把它挑出来了 这个很绵 这个你看 这是鱼筋 鱼筋要去的 对对对鱼筋要去的 去的不要 单纯的鱼肉 后会因为缺少脂肪而发干发柴 而捉肥标的一剂之长正是润滑 二者水乳交融的充分混合 再靠摔打上劲 塑造出柔软且富有弹性的口感 蒸好的鱼糕既有细腻洁白的颜值 又不乏层次丰富的内涵 鱼糕虽然能最大限度的炫耀出水库鱼的鲜味 但黄大哥却说鱼糕太过清淡 同事们都喜欢重口味 接下来他又要拿出什么烹饪绝活呢 胖头鱼咱们要怎么做呢 对我们这边四川人 喜欢吃麻辣的 做一个麻辣鱼 对我觉得麻辣鱼 可以比较符合这个四川人的感觉 对 像我们一般去用来熬汤的时候 汤比较鲜一点 对 骨头的地方会鲜 对对对对对 去了之后 汤味的鲜味就没那么浓 把这个大的骨头给剔掉 这个现在得偏薄一点是吧 对 那个鱼这个要把它搞均匀 能够薄一块 靠一块 你那个手要把它按平时 要用眼镜 用眼镜 这样按着 对 把那个刀往后面 横一点 放钝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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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要稍微立起来 鱼皮 就割断 对 这样才能割断 对 钝一点才能割断 否则的话 你看这鱼皮都连着的 是吧 对 经过咸熟而仔细的分割 黄大哥将鱼肉和鱼骨分别盛放 下锅的顺序决定出锅的口感 这一步至关重要 不能混淆 豆瓣酱 花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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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有豆瓣酱 还有花椒 小块一点 好 再用这个 我们那个蜜製的那个 蜜製的香料 蜜製的香料 对 反正是各种香 各种料 马上又来了 鲜花椒 对 然后这个是辣椒 慢慢炒 慢慢炒 麻辣鲜香 果然是四川人鲁不开的最爱 就连刚出水的胡鲜 也逃不过这种重口味的宿命 底料沸腾后 鱼骨部分先一步下锅 在麻辣汤汁的肆虐清洗下 鱼骨仍然在高调地释放出丰满的鲜香 捞出鱼骨 鱼肉快速汆烫 黄大哥说 开江人吃鱼肉 喜欢嫩滑的口感 两分钟的烹饪时间足以满足他的要求 开江人对辣度的吃迷远不仅于此 最后还要再马上一层双胶组合 听到悦耳的滋拉一响才肯作罢 黄大哥说 只有这样一盆红辣刺激 才是他们老哥几个记忆中的家乡味道 我跟黄大哥两人忙活半天啊 做了这四道这个咱们鱼的菜 你们觉得哪个最好吃 我可以 这个麻辣鱼 大哥您哪 都是麻辣鱼 您哪 都是麻辣鱼 都是麻辣鱼啊 因为我们这个天气比较潮湿 潮湿对 这两天已经赶快到了 因为吃那个花椒的话 可以去投入那个湿气 对对对 大哥的麻辣鱼 让我见识了开江人 胃离口中离不开的家乡味道 也见识了从水库鱼的新鲜平淡 到上桌后气面火爆的强力反差 接下来 我在开江还会探寻到 更出人意料的佳肴吗 山体中自然流出的泉水 在宝石桥水库汇聚成湖 清澈而富含矿物质的山泉水 涓涓流淌 进入农田 从根部滋润着泥土中的开江味道 开江盛产大豆 以皮色嫩黄颗粒饱满 蛋白质含量高于普通大豆 而成为黄豆家族的精英 用六月黄制作出的豆笋 更堪称开江一绝 甘糖镇被誉为豆笋之香 镇上朱鸿岗一家制作的豆笋名声远播 马昭树是朱大哥的媳妇 继承婆婆的手艺 仍在坚持用传统手艺制作豆笋 这又会是哪种开江人的家乡味道呢 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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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这个做的就是咱们开江的豆笋是吗 对 这就是我们开江干糖的最有名的特产 等于这一步阿姨是先把这个姜给过滤了 要够干的提起豆笋才好吃 然后用这个姜来做这个豆笋是吗 是啊 豆笋 豆笋 因为这个是竹子做的嘛 这个签子是竹子做的嘛 长得像那个竹笋一样的嘛 所以我们把它叫为豆笋嘛 豆笋也叫豆筋 一张薄薄的豆皮上凝结了豆浆的全部 丰富的蛋白质几乎与肉不相上下 要先把这个边上这个皮 给它离锅分离开来 再铲一下就不会粘的边上是吧 然后卷 这什么挑吗 这个不把手伸进去怎么能挑起来呢 我觉得很奇怪 可以的 你站这里 然后往中间按 这样是吗 对 完了 这得两头一块下就是吗 是不是得往里撅一点 你看有个弧度 往里撅一下 然后粘上一点 这就挑起来了 明白了 你看 这个是专门用来铲这个的吗 是 自己做的 那这个呢 这个好小啊 是用了几十年了吗 把它铲皮铲掉了一些了吧 就是说它一开始是这样的 是吧 对 那也太夸张了 铁棒都能磨成绣化针 真的 真的铁棒都能磨成绣化针 何况是这铲子 好我来试一下啊 这样缺一点 弯一点 沾着皮就可以了 沾着皮就往自己面前卷 快去 往外面 往外面卷 我要怕烫 好 轻一点起来再卷 好 来 赶紧 好 我天哪 好 不行不行 没那么容易 这层就起来了 它怎么粘上 它是粘不起来呢 在一大锅沸腾的豆浆中 仅平一根长六十厘米 宽二厘米的竹片 卷起一张张薄如铲翼的豆皮 这对我来说 难度简直逆天 看着马昭树大姐 有节奏地将竹片弯曲 利用弧度粘起豆皮 顺势迅速卷起 一套动作下来轻巧嫌熟 犹如行云流水 再一再二不能再三 失败了两次的我 哪怕冒着被豆浆烫伤的危险 也要再尝试一回 好 卷一下 轻轻沾一点 卷 赶快卷 慢一点 现在可以慢一点 可以慢一点了 把两边往中间收一点 往中间收一点 你裹的时候 对 真好 对 好 慢慢起来了 对 慢点 对 做得很好 好 就这样子 终于成了 终于成功卷起了一张豆皮 欣喜之余 我也发现了一些其中的奥秘 能让滚烫的豆浆 迅速凝结出一层豆皮 柴火必须填在锅底的一侧 让豆浆持续沸腾 另一侧则用风扇冷却表面 加速豆皮的凝结 咱做完这一锅要多长时间 做这一锅要四五个小时 一锅就要四五个小时 一锅就要四五个小时 一天十几个小时 就你自己在这忙活 我跟我婆婆两个一起做 所以你这个手艺 也是从婆婆那儿学来的是吗 对 是跟我婆婆学的 小军姐来学还吗 我也在学 要得 该换班了 是 阿姨 我跟您学两下呢 要得 我听大姐说 她这手艺是跟您学的是不 是 我看一下 你看这手势不太一样 这阿姨是左右这样推拉着来的 是吧 我觉得您这更纯熟一点的感觉 速度好像也很快 我媳妇做得好些 谁做得好些 媳妇做得好啊 似乎教得好吗 真是中国好婆媳 传统的豆笋制作工艺 是一套耗时的全手工流程 满满一大锅豆浆 大约可以接出三四百张豆皮 以婆媳俩咸熟的技艺 完成一锅豆浆提取豆笋的过程 需要三个小时左右 这种完全依赖人力来完成的工艺 需要人不离锅 朱家制作的豆笋是市场上的抢手货 婆媳二人每天最少要做上三锅豆浆 从凌晨起来磨浆 烧浆 摇浆 三个小时的准备工作后 才真正开始豆笋制作 六代人 无数个日日夜夜 辛苦却踏实地守着一口大铁锅 保留下了开浆人几百年的味觉记忆 一张豆皮卷好 还需要两天时间烘干 一根标准的豆笋需要卷够四张豆皮 所以要完成从黄豆到豆浆 再到豆笋的进化 前前后后至少要花费十几天 两百多个小时 凉拌最适合衬托并发挥豆笋与生俱来的豆香 豆皮包裹肉馅可炸可蒸 在酥脆与筋道的口感间自由切换 与猪尾一起红烧 入味深醇 嫩滑细腻 在四川人最爱的火锅中 它也是出镜率最高的单品 久善不老 韧香十足 一根豆笋 其烹制方法真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千变万化 那么在豆笋匠人马大姐的自家厨房里 豆笋又会有什么样的家常做法呢 这厨房里的话语权掌握在男主人朱鸿岗的手里 大哥 这炒的这个好香啊 这是什么呀 豆笋肥锅肉 回锅肉嘛 那个四川林菜 但是这个跟豆笋炒还是炒一回键 豆笋炒回锅肉在我们这里属于家炒菜 但是我看这个肉可够肥的 因为豆笋它比较自由 所以吃起来就不会觉得很肥腻 对对对 它吃起来有点香香的 朱大哥骄傲地告诉我 用豆笋炒回锅肉 豆笋比肉还好吃 吃饭了 吃饭 来了 辛苦了 阿姨啊 您一块过来吃呗 好的 您会去再见 她现在她只能在岛边吃 看来做这个豆笋还真是 时时刻刻都离不开人 对对 在做的时候是离不开人的 所以你们吃饭都是在造标上 来 尝一点我们这个豆笋和肥格的豆笋 这个香 这个干香 还真是 不会 这个你看到油多 但是不是油烈 也不是油烈 没错 我一开始以为不太好入味 但是因为炒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还是很有味道的 小伙子你最喜欢吃哪个做法 凉拌的 凉拌的 为什么呀 凉拌的入味吧 入味 入味 入味的 小伙子你喜欢吃豆笋吗 小伙子喜欢 喜欢 你最喜欢吃哪个做法 有吧 有没有比豆笋好吃的东西 每一门记忆的背后 都凝结着一代代手艺人的心血与智慧 婆婆为了帮助儿子朱鸿岗守住祖传家业 年近七旬仍然每天辛劳不错 儿媳马昭树二十二岁嫁进朱家 帮助丈夫继续传承家业 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每个小家的代季传承 正是传统记忆生生不息的传世之道 麻辣鱼 豆笋 无论从食材 调料还是口味 都得益于开疆的青山绿水 产出的新鲜食材 既然开疆被称为川东小天府 那开疆人也绝对还藏着更多过人的家乡风味 那会是什么呢 黄浩 开疆有名的美食达人 不仅会吃还擅长烹饪 他走南闯北网罗美食 一心想做个有眼界的吃货 两年前他在家乡开了一间餐馆 朋友们都想看看他带回来的是何种外地美食 没想到店里收藏的全部是地地道道的开疆老味道 为了找到更多的地道开疆美食 我决定到浩哥家探究一番 不过他还没顾得喝上一口 我就被他兴冲冲地拉出去置办食材 浩哥咱们拿着这个去干嘛去 抓黄浅 咱们这个是怎么抓法 我们这个黄浅就是在洞里 洞里藏着 然后用手去抓 不害怕吗 不怕不怕不怕 他不会咬吗 不会咬不咬 哎呦 嘿 那他这个 对对对 老王 有没有 三月 有有有有 有啊 好 我们下去看看 好好 你看 你看 还挺粗的呢 黄浅喜欢居住在软泥里 一般会将扇洞 安置在接近水线的地方 如果被水淹没 它们会调整洞口位置 以保持洞内湿润 又不会被水倒灌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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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个洞 对对对 好 你去 对对 直接 它是尾巴应该是朝外的 是吗 尾巴朝外 那没事 你动它 它再钻 是吧 往前面钻 跟脸 走快一点 发现了吗 有吗 啊 我也摸到了 那个 哇 真的事 我快点游走了 好好好 哎呀 突然间那个手指 感觉到了那个黏性啊 就是和特别光滑的 那个感觉就是 心里面咯噔一下 然后但是 头马上就露出来了 多黄啊 纯生态的 所以这个扇鱼很美很嫩 好像是 再给我一下 真的 有一个尾巴 把这个泥土 巴拉巴拉巴拉 把拭开 好 这个好像挺细的 这个细感 这个小 好哥告诉我 抓鲜鱼 其实是他们儿时的娱乐活动 既开心 又能帮助家里改善伙食 颇有成就感 在他看来 鲜鱼不仅仅是一道美味佳肴 更是承载了儿时记忆与欢乐的难忘味道 一钉 一划 踢骨 切断 很多人看着无从下手的黄扇 开江人两刀就能处理妥当 关于扇鱼的做法 天南地北各有不同 那么开江人做扇鱼 又能吃出什么新花样呢 这个就是咱们这些腊肉是吗 要跟它一块炒的 对的 这就是我们自家薰的老腊肉 这扇鱼我是吃过很多种吃法 然后有不同的搭配 其实最多也就是跟五花肉在一块 但是今天这跟腊肉在一块 我还是头一回见 这个扇鱼配老腊肉 就是我们开江人吃的 也就是我们开江的老味道 浩哥告诉我 想要成为合格的开江腊肉 就必须将肉吊在柴火灶台的上方 接受多日的烟熏火烤 在烟火气息的笼罩中 猪肉中的脂肪足和芳香足化合物 就会凝结沉积在猪肉表面 然后逐渐渗入肌肤内层 让腊肉呈现出特有的色泽和香味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一道地道的开江老味道 是不是 是的 用那个柴子肉 柴子肉 跟温度 就把这个老老肉啊 那个油脂香味 对 就把它煸出来 你看那个一煸之后啊 它这个肥肉那块部分就更透亮了 透亮了吗 好看哦 像玻璃啊 对对对 像磨砂玻璃 这时候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开始我们的虾 鲜鱼 黄山 开江第一道的老味道 最关键的就是爆黄山 我们四川人说就爆 你看 它就卷起来了是吗 就是这个卷动的过程 你会觉得 彷彿它又变活了那种 特别新鲜的感觉 又活起来了 自己做的豆瓣好香 好香啊 这个豆瓣的香味也出来了 然后呢 加水 加水的目的就是 让那个鲜鱼吃起来 它吸收更多水分后 更粉 更糯 所以你粘粘的 印记的鲜鱼小鲜肉 搭配存放已久的老辣肉 一鲜一老的组合 让食材充分互补 这种自然之鲜 与传统食物的结合 是开江人对生活的智慧提炼 也是多少年来活跃在他们口中的老味道 当我还沉浸于 鲜鱼炒腊肉的香味时 浩哥神神秘秘地拿出稻草来 他这又是要做什么呢 用这个稻草的火苗 这个没有去干净的绒毛 对啊 来吧 就这样 就这样 先烤头 把这个钱都加上 加 对 用稻草来火了 把鸡身上无法完全处理干净的细微绒毛 全部消灭 鸡皮上的油脂 随着火焰的高温微微渗出 而稻草的清香也经由打开的毛孔渗入 浩哥每次烹鸡 这个步骤必不可少 而另一个烹制秘密就藏在这个坛子里 本地泡菜与土鸡搭档 便碰撞出开江最有名的酸辣鸡 这个鸡很重要 要为了一年半的上的到两年的 为什么呢 它这时候的鸡就长下来 就长骨头 长骨油 肉质就要更好吃 川菜讲究的是复合型香味 套菜中的紫浆 青红椒 萝卜 除了酸爽 还有女生俱来的各种辛辣 在高温的作用下 鸡肉和泡菜可以充分混合 酸辣鸡以色泽艳丽 辣爽飘香的魅力 留住了世世代代开江人的胃 您平时是不是也经常吃的 这个浩哥做的菜啊 大叔您吃这个鲜鱼好吃吗 好吃 这个营养也高 价值也高 大哥像你们做这个酸辣鸡 都是一个味儿吗 都差不多吗 味道经常都差不多 但是就是跟泡菜的 好坏 没关系 为什么我们这个鸡酸辣鸡这么好吃 因为鸡都是什么 在我们附近的农家 自己养的 山羊 这个山羽是早上 那天坐的 咱们自己坐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是 我们的母亲户 这个蔬菜 都是靠这套 这套喝水 饭饱 无辜 水好 环境好 环境好 食材好 生态好 这些餐桌上的开疆老味道 就像无形的磁场 牢牢吸引着每一位家庭成员 一口老味道吃下去 那种伴随成长的家乡风味 是心灵最美好的味界 更是儿时的欢乐记忆 美食是一座桥梁 即便尝过千种风味 依旧会对家乡风味念念不忘 黄陵波几十年如一日 守护着开疆的母亲户 烹出属于她的家乡老味道 马昭树和她的婆婆用心接力 一家人用尖熟 保留下开疆人几百年的味觉记忆 黄浩精工细作 让应季的鲜鱼鲜肉搭配传统的老辣肉 诠释出令人难忘的家乡老味道 从生态水源养出的野生鲜鱼叶 到优质泥土郁郁出的美味手工豆笋 再到百年老宅里珍藏的老味道 开疆人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与心血 去精雕食物的味道 打磨烹饪的记忆 让家乡的味道 世世代代在舌尖上跳跃 在血脉里流淌 在心中舞动